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我前两天发的这期视频 我一共是获得了3000多条的评论 到目前为止 然后里面很多 其实都是我从来没有 设想过的角度和对台湾的一个了解 或者说理解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就想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聊一聊 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 一直邀请我去台湾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最好生活一段时间的朋友们 大家也都特别的给我推荐了很多的山 我到时候会一个一个去爬 我是真的真的很想去 虽然我现在放假了 但是我没有出门的原因 是因为妈妈的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太好 她现在每两个星期都需要去医院复查 而且不能太过劳累 所以就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 出去旅游或者怎么样 等妈妈身体好起来 我们全家人只要出门去旅游 放心吧 就连美国国内的所有城市都不会考虑的 第一站肯定是台湾 特别像是你们现在总拿衫啊 美食啊什么的诱惑我 我真的算是被拿捏住了 我真的很想去 因为这都是我最感兴趣 是我去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最优先考虑的东西 其实说真的啊 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还是小粉红 还是像我一样觉醒了的中国人 应该都挺想去台湾看一看的 那像我们可能就是出于一种看一看华人的另一种可能 华人的奇迹或者是站起来的华人什么样子之类的这种心理 所以想去台湾看一看瞧一瞧 那小粉红如果去的话可能就是去嘲笑台湾的 但是不管什么人去台湾 只要他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做出什么违法 犯罪啊 或者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那么不管他是想着统一 还是支持台湾独立 我相信台湾人都是会以友好的姿态对待他们的 就是热情礼貌 当然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小粉红 回到中国国内之后继续留导不留人 有一位台湾朋友在那期视频下面给我留了非常长的一段留言 我有看过这影片 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抱着大陆人来台湾旅游记文的心态去看的 而我的感想也像七七说的 我看的当下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奇怪 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正确的憋闷感 现在看到这个影片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不适感是这样的 他看似只是以个人观点看台湾 也没有说台湾的坏话 但他的话里话外的确就是一种感觉大陆更好的感觉 然后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刻意剪辑的 他遇到的每个台湾人都对大陆感觉好像有一种 乳目之情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就一副好像因为他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人们对他就特别欢迎友善的态度 不过我个人觉得台湾人本来就比较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给你区别对待 我一边看一边看到弹幕刷着终究是一家人这样的话心里的个硬感更深 要说台湾没有这样的人吗 我不敢说没有 但他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人 怎么就清一色这样的人就蛮怪的 他做的游记还不只有这一期 事实上我自己也就挑其中两部看而已 因为的确看不下去 我这边说他其中另一部台湾游记系列拍了什么 在我看来他来台湾的目的真不像是旅游 因为你出门旅游的话自然是要去欣赏当地的风景旅游景点 但是我却看到他特意去到台湾的万华台北车站那些游民聚集的地方拍摄 采访他们还有救助游民的志工等等 询问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困境等等 我不能否认台湾有这样的一面 但同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一个来旅游的路客会忽然开始走访台湾的民生起来 一旁的弹幕也在刷类似 啊这样台湾的政府还不管吗 这样的话 我还记得影片里还有一个片段 是他去采访台湾的路人 问他们的生活水平薪资等等的情况 我就有些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也许他的目的的确不是来旅游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已经很客观了 而且也没有就是说气得像小粉红一样 遇到别人说中国不太好的地方 就直接就跳脚 而是承认确实台湾有这样可能不足的一面 但是对 但是这个UP主他有很刻意的在拍 在展示台湾有问题的地方 但是呢去忽视掉台湾做的比较好的方面 而且他他里面当然有说台湾好的地方 但是他都是举例像是售卖各种 可以售卖各种书籍啊 这些就是跟他展示出来的那些不好 不足相比 无关紧要的好的那一面 那相比之下呢 中国人看了这个UP主的影片 可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看吧 我就说台湾又破又穷 自由又怎么样 开放又怎么样 人还不是过不过着这种 在现成都不如的生活 虽然说啊我们要客观的来说的话 全世界应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做到完全没有流民 所以这其实并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嘲笑的点 因为流民之所以成为流民 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不只是因为穷 像是美国就有很多 他就不愿意住在政府或者福利组织 给他提供的那个住所里面 他就想在大街上 而且呢他们可能精神都有一些问题 但是他又不到需要被强制 关在精神病院的程度 所以说美国政府就没有任何的权利 去剥夺人家的自由 把人家强制关起来 更不可能就为了城市看起来好看 而把人强制撵走或者关起来 这个UP主呢 他已经是百万粉丝的大博主了 影响力是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他依然认知在这个程度 如果说他是无知的话 好像也不能原谅 但如果说他有心的话 那么就更不能原谅了 他拍摄的这些影片 都影响了数百万以上的人 所以说他其实 他只拍这些流民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要比较 或者说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 政府和人民都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这才有意义不是吗 这才是关键 台湾不管是人民还是政府 都是正视自己这个问题的 而且也一直都在想办法推动去解决 也会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给他们提供帮助 就连台湾的本身的人 就是说跟政府什么福利组织都无关的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去帮助这些流民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你倒不是说现在全世界都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民主国家都在尝试去解决 也一直都在想办法 中共政府呢 独裁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中国的流民是被怎么对待的呢 所有的公园车站等等公共场所的堂椅全部打上那种横杠 天桥底下都要5厘米放一个砖块累积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流民可以睡在这些地方 所以说中共政府从来不解决问题 他们只解决问题本身 所以说当你提出问题时 你才是那个问题 当你把问题揭露出来的时候 你才是那个问题 而提出的问题和被揭露出来的问题 不是他们要解决的 你提出问题的这个人 或者是造成问题被发现的这个人 才是要被解决的那个问题 所以所有骄傲的不行的 觉得城市里街上看不到人睡在那里的小粉红们 有没有想过那些流民的死活呢 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国家 政府是有多么的无情和没人性呢 为了这个城市表面看起来好 他就可以随便的折腾那些数百万的人 那下一次为了别的他也可以随便折腾你 但这个道理好像大部分人都不懂都不明白 而有一位中国朋友的留言 他是这么说的 按我的标准 这种品味的视频就不必拿来谈论了 我在台北和台中都住过 简单说我是您做台湾人 绝不愿生活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自由和文化的内置 根本不是那些热衷虚滑的中国人能够体会的 关键是台湾的模样是台湾人的选择 如果能把钱拿去建高楼大厦 包括高铁之类台湾人就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 过上健保世界第一的日子 中国人的医疗教育养老都不公平没保障的条件下 那种他理解的烟火器有意义吗 我倒觉得台湾没有城管的烟火器 根本就是中国城市无法比拟的感觉 非常非常美好 我总觉得城市因为里面生活的人的不同 而会展现出来不同的生命力 我之前其实不止一次说过 我小时候第一次去香港 我就被香港那个强大的生命力 和从未感受过的城市的活力给感染了 所以说我就三番五次的去香港 但是在疫情之后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 我怀着雀跃的心情去 却感觉整个城市一片死气 就像是被这个社会蹉跎的 已经就是被打倒了 被社会生活打倒了之后的那种 不得不去躺平等死的那种感觉 就扑面而来 我不想这样说香港 但是他确实就给我这样的感受 我很难过 我真的每次想起来 一个那么好的城市被这样子毁掉 我就很难受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 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城市里行走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这个城市 它像是有生命的 就每个城市都有 然后它会传递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所以说我就很喜欢到一个地方之后 就走走看一看 也不专门去什么地方 就在街道走一走 我觉得就 就一种怎么说呢 共鸣了的一种感觉 所以非常非常喜欢 这是我喜欢爬山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我相信这位中国朋友 他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台湾城市 或者说台湾各个地方的那种生命力 非常让他的舒服 但是中国的城市 大部分感觉真的是冷冰冰的 上海很大很新 北京也很大很新 但是真的是很冷很冷冰冰 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感觉 这不是你生活的城市 这也不像你的家 你会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你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不想把它作为你的家 而关于这个城市旧的问题 有一位台湾朋友是这样说的 我很多大陆客人来台湾都有这种想法 称比不上内地县城 其实台湾人一点都不在意 欧洲很多国家都是旧房子 一个太新的城市 居民是找不到城市共同的根 没有共同的记忆 罐头是建筑造成失落的一带 哪怕那个城市破旧 就是要烟火器才会有文化印记 市民不知失落感 但台湾在都市建设的确有许多问题在解决 我们早期的都市计划法规 是在国民党南京临时政府时颁定的 直接拿来台湾用 加上当年为反攻大陆 所以消极建设 另外因为都更法 又尊重个人财产权 很难取得大多社区所有全人共识 所以都更进度很缓慢 至于购物便利性 那是独裁政府最终控管韭菜物流的手段 线上支付更是如此 数位虚拟货币等于给政府一张随便印钞的空白支票 哪天银行没钱了 键盘敲几个零就解决了 疫情封城 郑州水灾 ATM停摆 断网大停电 银行领不到钱 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市场没有多元化自由化的结果 台湾人大概也不喜欢存花钱被政府监管 出门购物才是幸福 可以完成人与人间的友善交流 花钱快感 哪怕付钱获得少家一句谢谢也开心 什么事都别人送到家 不是宅就是求 自费自主权还沾沾自喜 我想以台湾人的个性大概都一点都不羡慕 评论区真的特别多台湾朋友其实都直接面对台湾的一个问题 他没有去发颠的距离力争 我还真的有点不适应 因为小粉红就根本接受不了说中国哪怕一点不好 没有不好 必须是完美的 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才行 如果你指出来了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反驳你的问题 他们就会攻击你 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你闭嘴 总之就不肯承认有问题就是了 而且虚拟货币确实是这样 如果是国家整个控制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以后连钱都不用印了 而且关于现金 就是说为什么不要移动支付 现在民主国家大部分都还是现金支付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隐私问题 其实还有一点 因为隐私的问题 我估计之后民主国家应该也不会实现全民扫码支付 一切花销全部电子化记录 你花钱干什么都有记录 你就算从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隐私如果被窥探到这个地步 公民也是绝对受不了的 当然这里是指公民 所以说呢 像这种真实的情况的对比 中国的那些网红们他们是不会去讲的 他们只会看这种浮于表面的东西 但是根本上的对比却只字不提 我相信啊 一些亲中的亲共的台湾网红们 应该也是这样 最后呢 还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是这么说的 我非常感动 七七你喜欢台湾吗 没错 当你在想是否喜欢的同时 台湾已经喜欢你了 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以及自由的世界 不分任何国界 只要你讨论它的同时 或者旅行这个地方的同时 它正在对你深深的影响 潜移默化的 让你感到家的幸福 像家一样的温暖 从历史到人文 以及美食与风景 让你对它产生兴趣和想法 这是我喜欢的台湾 希望你也能感受到 我喜欢它的理由 我很庆幸 越来越多人知道它 认识它 想认识它 我才知道 我身处的台湾 原来有许多人 跟我一样爱着它 我最喜欢富有生活气息的地方 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是充满能量的 我在其中也会被感染 心情真的会变得很好 我即使只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走动 我都好像会被注入了能量 就是让人想活着想活下去 所以我真的真的对之后去台湾 抱着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当然了体重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去了真的胖了10斤的话 那我也认了 而我相信台湾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朋友们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每个月我都有专属的问答视频 所以安全考虑 有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的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日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